他到底欠什麼錢 門票拿來 要繼續拿來 我不就講了 屋主妻子家門前 和亮命惡煞槓盛 對方說他政府欠140萬 你要去醫院看數字 好 阿姨 站起來完全 好 要去醫院看數字 這9點了 黑衣男不斷跑騷 威脅異味濃厚 但當時屋主妻子 和兩個小孩在家 他擔心對方可能是幫派分子 就怕危急孩子安全 嚇得報警 我家裡告發的訊息給他 叫他回我們去找他 電話給我 他沒有回 我們來找他老公 他老公不在 他沒有回 事發在花蓮吉安 晚間8點多 鄰居都聽到爭執聲 只是遠景都來了 雙方繼續操個不停 你問你什麼 沒有說什麼 我就說你會很疲勞 這樣就問你 我們也會很疲勞 每天來家裡找你老公 你不會很疲勞嗎 你會吧 你不會覺得很丟臉嗎 你會吧 雙方你一句我一句 但仍然沒結論 但黑衣惡煞堅稱 屋主欠的是運彩地下賭盤 才會上門討債 但他們卻提不出任何借據 自己的老公欠那麼多錢 你又不處理 什麼叫我又不處理 我也講了 借據本票 我在警察旁邊的借據本票 到底是真逃債還是找麻煩 又或是屋主有什麼隱情 沒告訴妻子 警方也還在釐清 但兩命惡煞 先一恐嚇取才偵辦 並將溯源追查 是否有黑幫涉案 尊信黃一鳴 陳一中 石禦城 華聯報導